哈喽,我是网络玛 我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滇赞线了 现在距离下个里拉还有50公里 开着山上大雾缭缭的 分跃率好低 现在是在海拔3685的哈巴雪山观点台 你们说富贵有高原反应吗 没有嗨的很特别嗨 过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哈巴雪山观点台 然后这边的话因为大雾 我们富贵看到牢牛了过来 然后现在又大雾什么也看不见 大家可以看到葛山花呀 对面应该就是哈巴雪山 但现在又雾遮住了风景还是不错的 你干嘛你干嘛 过来不去不去不去 不稀罕咱们不稀罕不拍 刚刚那女的说拍她的牦牛要20块钱 我们不拍我们不稀罕哈 上车不过 这个加油在哪搞活动 现在油价是5块7毛5 便宜的将近5毛 石森油就相近便宜了 10块5块钱 这个菜市场还有卖虾的 买点虾吃吧 50一斤 买几个 等一下煮一下 给我们富贵买点牛肝 在家里面她就经常天天吃牛肝的 这看她这个西班牙是按根卖的 这一块就10块 这里拉这有一家户外店 然后买两个炉子 这个是25个 两个老板给我40 先备用吧 哈喽我是玩玩暖 今天是我出来的第11天了 我现在出香格里拉了 刚刚在香格里拉市买点菜 给她看一下我今天中午吃什么 现在海拔3000多 这几个虾的话就是20多 50块钱一斤 然后素菜是29 我们给王富贵买了两斤牛肝 牛肝是5块钱一斤 然后买了点素菜20多块 然后还买点水果 水果也是20多 买了两个罐子 两个罐子的话是40块 现在水要开了 今中午就煮点虾 然后炭点素菜 然后王富贵的话 给他煮点那个牛肝吃 看我 看我给王富贵做的午餐 牛肝饭 然后加点素菜 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给他煮的 小心吧 王富贵的盆丢了 直接用口袋喂他了 他现在还是很炭 要量一下再给他吃 他好着急哦 啊你说什么要吃啊 想吃啊 等一下等一下 等凉掉了 凉了一下太烫了 太烫了 太烫了 等一下嘛 你叫也没有用 他们说趁热捡起来还能吃 趁灰不注意洗洗 明明你也很爱我 怕个球洗了再吃 真的是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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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香的 现在去的德庆还有109公里 上次应该笔录了 我不乖 哈喽 现在已经晚上7点40分了 我们在奔子拦住 然后我开始爬山了 结果爬山的时候 鸡蛋没换好 被王富贵一巴掌爬下来了 然后过来捡鸡蛋壳了 好可惜啊 我应该让王富贵过来吃的 四个鸡蛋 啥都没有了 再一点蛋壳 再一个蛋黄 给王富贵吃 这也啥都没有了 啊谢了谢谢平安 谢谢平安啊 要翻山了 王富贵你看 这什么 我现在是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是没有人的 不知道可能是公众人员下班了 一个人都没有 随便找个地方扎营吧 因为再往山里面走的话 全是盘山道 可能要翻一座山 没法继续往前走了 今天就到这里抓营吧 一个人都没有 幽生生的 看王富贵的眼睛 我现在在这个半山一路景区 没有找到水源 但是有电 然后前面有个交警的房间 是开着的 我们去看一下 有个房间 这行政交警的办公室 然后刚刚发现这个办公室的门 是可以开开的 晚上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扎营啊 感觉 这里面已经好久没人住一样的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二楼啥也没有 荒荡荡的看见好恐怖啊 我们现在其实离那个下面的 室也不远 但是 我是从那上面爬山爬上来的 没办法再往下走了 看一下 下面就是奔子囊 我在考虑今天晚上要不要 住在房间里面 因为毕竟没有经过人家允许 可是在外面搭营的话 晚上有雨 我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又没有水现在 我今天还是在屋子里搭着帐篷啊 等一下来人的时候再说吧 因为我这里就会安全一点 改天买了牛肝没有水做饭 只好就这样给王库过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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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就是金塞江大湾的景区 但是现在还没人 不过已经去了 等一下我们用五分机飞一下 看一下那个湾好不好看 洪福哥你们买门票怎么可以进去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